上禮拜我們主要的最後部分講到物件 物件其實是各位從學C元開始一直沒學過的東西 C Sharp的物件表象我覺得其實設計的很不錯 它的語法其實早期是有點學Java的感覺 但是後來它也獨放了一些東西 而且整個架構設計的越來越大 所以它在物件導向上面其實現在感覺比Java還好用 Java就有點歷史 所以它也有點包 物件到底是什麼 我們上禮拜有舉了一些例子 我們說物件會把資料和層次合在一起 變成一個成為物件的東西 那傳統你的C元寫法是 資料是資料 層次是層次 兩個是分開的 所以傳統的C元只有Straught的結構 但是 你所有的東西還是層次的部分還是寫在函數裡面 它只有結構和函數或資料和函數 但是沒有物件的概念 但是在C-Shop裡面 它就是資料跟層次可以放在一起 那上禮拜有一個例子 真正的物件是這一個 Cerson1這一個東西 那它有資料 資料就是Name Wait這兩個欄位 它有層次 像這個建構函數是個層次 像這個檢查體重是個層次 像這個檢查體重是個層次 所以 資料和層次被放在一個 稱為Nerson1的類別裡面 然後我們會用這個類別產生物件 所以在C-Shop裡面 基本上類別和物件就是一個是樣板 一個是產生的實體 OK 那我們上禮拜有看到 OK 我們資訊的結果像這樣 然後它會印出來 都是用Chuckleway印出來 但是因為 棒的攻堅數從80變68 所以印出來的結果 一個是穩重 一個是苗條 都不一樣 那這種 這種結構就是說 比如說把資料跟程式放在一起的這種東西 就成為物件 但是這只是物件導向的第一個特性 這個第一個特性叫做封裝 比如說把資料跟程式封在一起 封在一個稱為類理或者是物件的單元裡面 那這裡我們再來看一個比較實用的例子 上面這個person這個例子其實不是很實用 雖然也有人會這樣做 但是比較不經典 我們來看一下比較經典的例子 舉個例子好 像 像 矩形 Rectangle 是矩形的意思 那我們現在如果要定義一個 Rectangle 物件 矩形物件 那我應該怎麼做 那各位 應該都很清楚矩形應該怎麼定義 矩形應該有寬還有高 但是當你定義成物件的時候 就不是像 C元裡面用Struck 然後上面放個Wiz在看 你就可以放凡數 那以矩形而言 我們可以放什麼凡數呢 比如說面積 Area就是面積 那Area呢 矩形的面積就是塊層高 OK 所以我就可以直接在這邊寫 Area Retangle Wiz 那這時候 其實接下來的這個是主程式 這個主程式不一定要寫在類別裡面 可以像上一個範例寫在另外一個配品 像上一個範例圖層次寫在另外一個 獨立的配品裡面 然後呢 物件寫在這裡 那你這一個範例也可以把它分開 那合在一起也是可以的 OK 那這個範例的執行結果 我建議各位待會大家都自行看看 那它是 我New一個Retangle New一個Retangle之後呢 我把寬色乘5 高色乘8 OK 那這樣子我目叫R.Area 那它會印出40 OK 5 8 40 那 那這裡其實我們這樣用喔 有點不方便 怎麼樣不方便呢 因為我建立一個物件之後 我都要再去設一次寬安高 所以總共需要三行 我才可以建立一個局型 否則的話我建立出來的局型呢 寬安高是沒有內容 那沒有內容在市議員裡面 其實是 是會變成 不一定是多少 那有一些市議員 會把它清成零 那市商品應該也不會清成零 所以如果你只設屋價 NewRetangle 然後建立一個空的物件 那沒有設置的話 那Vis安高 它一定才會是零 所以如果你把這兩行去掉的話 可能會印出零 OK 但是我們 我們要試的才知道 因為我得有辦法 得有把握 知道 這效果一定會做 因為它會變硬器 不是為什麼 好 那我們可以讓這一個物件呢 更好用一點點 那 暫時先修改一下 我們不要把物件跟組成式放在一起 所以我把物件跟組成式放在一起 這裡 舉行的部分不會舉行定義 那組成式呢 我就定義在這個 Test這個類型裡面 那請注意一點 組成式前面一定要加Static 因為這個 因為這個 組成式是不需要建立物件就可以執行的 不需要建立物件就可以執行的東西 就一定要加Static 就是說 像傳統的 它是靜態 是靜態的意思 OK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Test的 組成式的 獨立放在另外一個類別裡面 然後呢 我先建立一個物件 R 它的寬是5 它的高是8 好 那接下來我印住它的面積 好 第二個呢 我再建立另外一個R2 它的寬是7 高是4 再印住它的面積 那這個 一樣會是40 這個會是28 所以40 28會印出來 好 那這樣子其實物件導向還不夠徹底 不過徹底的原因是什麼 我必須要用好幾個字 才能建立一個物件 所以這時候呢 我們 加上一個稱為建構函數的東西 加上一個稱為建構函數的東西 像這樣 舉行 OK 我加一個public retentor 這個名字 一定要跟這邊的類別名稱一樣 它是根據類別名稱一樣 來判斷它是不是建構函數 那跟類別名稱一樣的 就成為建構函數 那建構函數你要傳幾個參數進去 你自己設計 那譬如說 以這個例子 我們就傳兩個參數進去 一個叫w 一個叫h 那這時候呢 我會把w設給width 把h設給height OK 這樣子的結果就是說 當我做new rectangle 就是new rectangle 就是呼叫這個函數的時候 如果我是new rectangle 58 OK 這時候呢 width就會設成5 π就會設成8 我就不用再特別 特別像這樣 再重新設一次 我直接把5和8 放在這裡面就好了 OK 好 這樣的結果會變怎麼樣 來看一下 這樣的結果就是 我retangle r 就是neum retangle 58 然後呢 我印出r的面積 OK 是不是程式短多了 那當然 其實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就是 就是new完之後再塞 但是你剛剛的寫法其實 最好是把7暗4 直接放在參數裡面 就做完 不用這樣子 麻煩 好 那各位 我們來試一次看看 好 我先 就是 執行一次 把這裡 這個程式 拿出來 好 那我們 這裡建立一個 叫做retangle 1.cs 好 好 那我 直接用 直接用 計事本拍就好 用 OK 叫這樣開就好 然後我用那個 csc 去做便宜就可以 csc and 算了 我還是用 VisualSculine 畢竟 這樣 除錯也比較方便 好 所以我新建一個專案 主控台應用程式 這邊 就叫做retangle 叫shave 叫shave text 行動測試 好 接下來呢 這一個是主程式 那我們就把那個程式給過進來 那個程式給過進來 那請注意就是我們在 Visual Studio裡面執行的時候 命令的模式設立一下中斷點 才不會 才不會最後突然跳掉 結束 我們執行一下 你可以看到它執行出來的結果 R.area等於4s 那我們可以稍微追蹤一下它的 它的 它的執行 所以我們可以按 正錯裡面按 F11 或F10 我們試一下 我按F11 好 進去 這時候呢 R你看 這個R R是retangle Retangle Retangle裡面是不是有兩個欄位 Wis和Pite 而且還有兩個函數 一個是Ary 那是經牌的Bank 那這時候你們會看到 Retangle裡面有Pite和Wis 當我執行到這一行的時候呢 它的Wis和Pite都是0 因為新建立的 這兩個都沒設 都沒設 它會自動側沉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按Mavese 它是不是變成5 Wis變成5 再按M11,it就變成8 所以這時候呢 我們再按f11的時候 你會發現 因為我們是console.rightline,r.area 所以要追蹤近函數 追蹤近函數的時候 他就跳到這個area 再按M11 return,return什麼? 5x8 return回來之後呢 就是那個5x8的4 所以他會把5x8 就是40的 40的結果 放在這裡 40,所以r.area等於40 這樣印出來 好,這時候 你會看到 r.area等於40 這樣 應該看得懂 我們到底在執行什麼 好,那同樣的呢 如果我們今天把這個程式 換成後面的版本 後面的版本 像這個樣子 這個 這個程式 就是把物件跟那個 分開 好,我們把它分開 好,我們把它分開 那,因此偵錯 再重新建置 記得如果你要重來 一定要重建 或者是 最好重建一下 不然你開始偵錯 有時候會 會執行到上一個版本 好,所以呢 接下來我們一樣用追蹤的方式來追蹤 好 我按F11 好,那這時候進到man裡面 第一步就進到man裡面 進來,你看他 到這一行 這一行的時候呢 你看 r是什麼 r現在是nm 這個nm 這個nm跟c 語言的nm 意義是一樣 也說 r現在 沒有物件 也說 它沒有分配空間 它也還沒有指向任的東西 所以它是一個指標 但是這個指標指向nm 也就是不指向任的東西的意思 那現在呢 我們按F11 OK,這時候呢 你會看到r變成一個rektangle r變成一個rektangle 在這裡面呢 width和height都是0.0 再按F11 r.width等於5.0 所以這個width變5.0 再按F11 r.height等於8.0 所以這個height變8.0 再按F11 那你會發現 再按F11 因為它執行到這一行 這一行有物叫r.area 所以呢 它就跳到area area area在哪裡 在rektangle 因為r是一個rektangle的物件 所以呢 它執行到這裡 然後呢 它一樣會傳回width和height 問題是 現在width和height是多少呢 當你進到這個rektangle的這個區域範圍之後 你會發現 剛剛的什麼r和r度都不見 因為我們現在的領域在這裡 我們現在的領域在這裡 雖然其實r和r度都還在 但是 區域變數 區域所謂區域就是 目前這個領域的東西 就 就不包含這個區域 就不包含這個區域 所以 區域變數只剩下這兩個 那它名稱寫lease lease是什麼意思 就是 這個 我現在使用的這個物件 叫lease x 那有沒有看到 它的wis 是5 i x8 按fc 它就是 執行完這個函數 然後呢 因為它rekt wis 所以它會把這個結果傳回來 傳回來之後呢 這時候還沒有印 這時候還沒有印 空空的對不對 那再按一次fc 你會發現這時候就印出來 r.area是40 40 同樣的呢 我們再按一次fc 你會發現 這次它的new rectangle 就是一樣 一樣執行完之後呢 你會看到 這個r已經有值了 因為這個是剛剛停設好 那這個r呢 它的值是00 因為它是新建 所以它的值是00 好 接下來我們再按fc 它的wis變成7 按fc 還有一個變成4 OK 那再按fc 同樣它又跑進這個rekt 所以當你有兩個物件的時候 這個 有時候會是r 有時候會是r2 所以 到底現在執行的是哪個物件 雖然它執行到同一行程式 但是你就要分得很清楚 那現在的歷史變成誰呢 現在的歷史就是剛剛r2 r2就是 寬膝高勢的那一個 就是這個r2 r2 寬膝高勢的這個 現在的歷史變成它了 那再執行 執行 傳回 然後印出來 好 這樣子呢 有看到r2.arv 等於28 好 它印出來 好 那這種 方式呢 就是沒有加建構函數 所以它的 呼叫的時候 我們是你都要自己去設寬和高 那如果我們家的建構函數 就變成像這個版本 好 變成這個版本 我們再執行一次 先停止針錯 建置方案 然後 開始針錯 開始針錯 我們用F11 是逐步執行 再逐步執行一次 再逐步執行一次 好 這時候呢 一開始進來 man 再F11 你會看到 我們new rectangle 58 new rectangle58 然後呢 再F11 這時候呢 因為我呼叫的是 建構函數 new rectangle 所以它會跳到這個rem rectangle 這個函數進去 好 那再按021 然後 你會看到 它 目前呢 W字5 H18 但是 Wish和Ide 是多少 Wish和Ide 分別都是0 所以 它還沒有值 這兩個兩位還沒有值 有值的是參數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參數的值 指定給 物件的內容 兩位 好 這樣子 執行完這一個 你看到 Wish變成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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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執行一次 Hight 就變成80 這時候呢 我們再F11 你就發現說 它回到原來這一排 執行完 執行完的時候呢 你會看到 現在還是論文 為什麼 因為我們還沒有執行完 我們其實剛剛整執行完的這一半 那這一半 我傳為的物件結果 還沒塞給R 所以當我在MHC 這時候呢 R就有值了 有值 是什麼值呢 就是剛剛那個歷史的結果 剛剛的歷史成本 傳為了給R 那就是 58的這個物件 那這時候 那這時候我在呼叫Area的時候呢 它一樣 又會跑到Area這個函數 然後呢 會傳回Wish成Pight 好 又回來 這時候呢 它傳回的Harding Area是40 所以回到Wish 40 OK 那這就是 剛剛整個 三個城市的執行結果 三個城市的執行結果 那這邊還有個範例 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呢 希望 希望 可以呼叫兩個參數的 建構函數版本 也可以呼叫沒有參數的 建構函數版本 那你要為它補上一個 沒有參數的建構函數 那什麼意思呢 我們看一下 這裡呢 這裡有兩個參數的 這裡有沒有參數 那有些人就會有疑惑 我剛剛不是沒有定義 建構函數的時候 我就可以用沒有參數 但是為什麼我定義了 建構函數之後 反而不能用沒有參數 那就預設了 你的 你的建構函數 就是兩個 所以呢 這次C-sharp 還有很多文件导向員 都會這樣預設 當你沒有定義的時候 它會知道 幫你補一個空的 當你 定義了一個之後呢 它就按照你 我一直在幫你補空的 所以 最後你會看到 這一個程式 它必須要補一個空的 建構函數 這樣它才可以 才可以有那種 不加參數的建構版式 不加分式 不加分式 好 那這一個版本 我們再 執行一次 然後 我們再執行一次 OK 這樣執行 New Recangle 它會跑到兩個參數 的版本 然後呢 執行 會有一個 剛剛建立的 物件 會放到它裡面 所以現在 還面確實剛剛 那個五成八的結果 再執行 Arend OK 那出來就印出40 這時候印出40 然後再執行這個new rectangle的時候呢 它會跑到沒有參數那個版本 然後執行版本怎麼也沒做 再回來 但是這時候R2 當它回來new完 把它執行指定給R2之後 R2就有一個值 但是這個只是一個誤解 這個誤解裡面沒有設定 所以都是0 這時候在把R2的Wiz設成7的時候 Wiz會變成7 再把太神設成4的時候 換變成4 在呼叫area的時候 也會跳到這裡 然後呢 傳回Wiz和太神的成績 然後聽出來 所以整個執行結果 就變成這個樣子 好,那請各位去把這一段的內容 就是在整個我們剛剛講到的部分 先看一遍 好,那自己也執行一遍 好,那我把房子貼上去 可以直接修開 好,那我們先讓各位自己練習一下 這兒 感谢观看